上半季打完以七勝十三敗 占据SBL聯盟第三的九泰科技籃球隊 年假前傳出人世震撼彈 上半季長軍能攻下十九點四分 十四點九籃板涼火鍋 占据聯盟得分王和祖公王的洋將Randon Dawson 由於救傷難以應付頻繁賽程的關係 已經確定遭到撤換 其實他沒有不好 他也沒有說到不好 非常不好 反正是因為我們這個SBL的這個長次 我們可能一週兩賽三賽 甚至要打到四場 那對他過去的一些救傷 就比較麻煩一點 比如說他打個兩場三場 他下週可能要休息個兩天左右 他才可以練球 然後練球的分量也會比他非常大 只有還是他就是傷次 原來救傷的問題 Dawson離開九泰後也沒過多久 便有新東家 轉戰Plus League的新竹街口風塵師 並取了大勝這個中文名字 至於九泰的新洋將也已經有了著落 是現年二十五歲 畢業自內華達大學的 兩百零一公分前鋒 Jordan Carolyn 在年假前就已經賴菜隔離 預計下週便能夠加入團隊練球 第一個他身體健康嘛 然後年輕嘛 然後他的活動力也非常好嘛 那我們球隊就是需要就是活動力強的 這些這個外源嘛 那這些他都蠻符合的嘛 當然還是要等到他 他下週他這個出關以後 然後正式都重新再賽選完以後 中間問題的重新再加入 加入這個我們球隊訓練以後 我們開始再做一個調整嘛 至於九泰上半季多名掛傷號的球員 歷經假期的修身養席過後 都陸續康復回隊 團隊在大年初四便已經開攻練球 目前持續備戰下半球機的到來 YT新聞 陳方報導